名字有點特別的齒橫俱樂部 主要成員是曾經遭受鯊魚攻擊 並且幸運存活下來的人士 他們每年至少都會聚會一次 或者是透過社群媒體 彼此鼓勵打氣 希望能夠走出傷痛 青春的海邊時不時有喜愛沖浪的民眾下水遊玩 但這些美景對於曾經遭受到鯊魚攻擊的人來說 可能不是那麼美好 今年五十八歲的皮爾遜十年前 在澳洲東部海岸衝浪時 遭到第一期真殺的攻擊 左手被撕咬到劍骨 幾乎讓他因此喪命 身長三公尺的鯊魚 將皮爾遜拖向接近海底時 才放開他 這時他才意識到自己被鯊魚攻擊到劍骨了 然後被朋友救上了岸 他被送醫治療 在醫院中遇到了前幾天 也被鯊魚攻擊的永克麗莎 才明白這樣的心理傷害 只有受過同樣攻擊的人才明白 有的人能夠走出 有些人卻因為媒體跟親友的過分關心 反而造成了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皮爾遜因此決定成立尺痕俱樂部 讓同樣被鯊魚攻擊的幸存者 或者是犧牲者的家屬加入 協助彼此走出創傷 擺脫被鯊魚攻擊的噩夢 加入齒痕俱樂部的第一條規定 就是跟皮爾遜談話 他將全球將近四百名成員串聯起來 透過互相支持 每年至少一次聚會來擺脫死咬創傷 而三位創始人的皮爾遜還因此 每晚都需要陪伴一名幸存者說話 來撫平對方受到的驚嚇 現在除了遭到鯊魚攻擊 全俱樂部也讓被鱷犬鱷魚或是河馬攻擊的幸存者 加入互相聯繫 關於新聞陳生我們編譯